全場還身雷動 連賽事主播都很興奮 台灣桌球小將 十七歲的林荺茹 在T2鑽石聯賽馬來西亞戰 擊敗李渊奧運金牌選手 中國球王馬龍 兩人開賽過招前四局 不分宣治 但天才神童林荺茹沒再怕 積極搶分 乘勝追擊 搶舞階段連下兩成 最後逆轉暴冷獲勝 也讓馬龍賽後受訪時 當場暴起失態 我覺得這一次自己 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太好 是被了對手 我覺得本身這也是個商業比賽 輸了就輸了 堂堂超級全滿貫男子好手 被台灣處處忙碌小矛頭給碾壓 馬龍一臉驕傲不服氣的回答 讓口一元笑得尷尬 擊中升至之下 沒把商業兩個字翻出來 訪問片段曝光後 就連中國網友也幾乎一面倒 炮紅馬龍根本有失 運動員大獎之風 畢竟輸了就是輸了 有什麼好不滿意 甚至有人痛批無恥 就演得好戰術 就在場上就果斷執行 就這個賽制就變數也比較大 有中國媒體替馬龍報區 因為國際桌總 今年才修改規則 馬龍不得不為了賺奧運積分而來 只是中國這種失禮態度似曾相識 想全世界球迷證明自己能夠拿一個大家的冠軍 來證明自己世界第一 就第一的寶座是失職的 這需要證明嗎 中國媒體跳針是質問 現場氣氛瞬間僵調 逼得小蛋一秒變臉霸氣回嗆 體育賽事本就幾家歡樂幾家愁 看來運動家精神不是每個人都有 彈力新聞 陳佩儀報導